我们这期讨论一下马克思主义啊 直接产生在西欧 但是他在西欧却无法立足 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西欧在欧美 被认为是一种邪恶的东西啊 他到了后来到遥远的俄国 那后来苏联取得了成功 当然这种成功是展示的成功啊 那么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 那么苏联也解体了 那么而且俄罗斯也是一夜之间 实行这种私有化 那么马克思在苏联在俄罗斯也失败了 但是只有在中国 我们看中国在马克思主义 它是有会长期存在的 那么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只有在中国 在遥远的中国能够安家立足 能够长期存在 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去看这个问题 那么马克思主义啊 包括马克思本人 他其实是一个侠客 马克思是一个大侠 我们说什么是大侠 我们说什么是侠客 行侠仗义 那么就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诺 那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是侠客 因为马克思 他考虑的问题是这些 无产阶级 是这些穷人 他是要帮助这些穷人 他是看到当时的社会的这种不公 这种就是资本家对无产阶级 资本家对劳动者的这种压迫 但这种情况出现是随着一个 新生事物的出现而出现的 就是什么 就是工业化 就是工业化 大工厂开始出现 我们知道工业化 最早是发生在哪里 是英国 那么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本人是德国人 但是他因为偶然的原因 然后是逃到英国 他长期生活在英国 所以我们看 马克思主义是在英国产生 直接是在英国产生 我们看到 我们看上学就说 马克思经常在大英什么图书馆 去看书 地板都磨了坑 那么为什么是在英国呢 为什么在英国出现 就是因为英国是最早的 这种工业化 最早的这种大企业 然后也是最早的这种 有劳资 这种情况的出现 他看到这个无产阶级的 生活太悲惨 受到资本家的这种压榨 那么他看过去 他是站在穷人的立场 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 那他要改变这种现状 那么就是最后他就研究 发愤的去研究 研究 他就发现了一个秘密 就是资本如何来剥削劳动的 然后他写了一本巨著 叫资本论 当然也是经济学著作 就是他的整个的行为 包括他的研究 其实按照我们中国的这种标准来讲 就是一种完全的一种狭义行为 狭克行为 大狭行为 只是说他的狭 我们的武侠 靠自己的这种武力 去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现状 马克思主义 他走的是一个文侠 去研究经济学 然后还写了一本资本论 但是从基本精神来讲 就是一种狭义行为 他看不惯社会不公 他是为穷人着想 为人民着想 那么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那这种行为 在整个的欧美啊 是一个异类 整个欧美的文化 它是就是一个小人文化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他更 就是每个人都重视自己的私利 我们知道 马克思主义是所谓的政治经济学 那么还有一派 就是认为更主流的经济学 叫自由派的经济学 那么他的创始人叫什么 叫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写了一个国富论 那国富论 亚当斯密就认为 人是经济人 什么意思 就是人本身 他的本质 就是追求私利的人 追求自己 这个利益最大化 的人 这是就是所谓的 自由派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就是 就是他把自私 尤其是追求经济上的最大化 当成人的本质 人就是经济人 那后来还出现了一个产权 就是 人的本质在什么 在权利 在人权 人权的 人权的核心是什么 是产权 人是就是追求产权的人 追求产权就是追求财产的人 就是他把人当成 如果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 所以马克思主义这种行为 就不可理解 不可理喻 因为他关心的不是他自己的利益 他花了 他花费了那么多的时间 完全是考虑别人 完全不是考虑自己挣多少钱 然后呢 他考虑的是别人 是无产阶级 和他无关的人 所以马克思主义的行为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狭壳 同时这种 这种就是欧美的这种主流的文化 是一种小人文化 就是一种 所以经济人文化 那么 每个人 都是自私的 都是管自己 不去管别人 所以马克思主义在 马克思主义在欧美没有市场 不仅说没有市场 反而 不仅说这种狭义之人 理应受到尊重 他不仅不受到尊重 而且受到排挤 认为他是恶魔 包括到现在 现在的这种 欧美的一些学者 还是用了一些 比如说 他说这个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极端的主义 马克思主义 因为马克思在德国怎么样怎么样 在一下报刊 什么被开除了 然后为了发泄私愤 然后报复社会 提出了马克思主义 那有这种说法 这就是一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父 一小人之心 度 侠客之父 所以马克思在欧美没有市场 不仅没有市场 而且认为他是邪恶的 因为欧美都是小人 欧美的主流是小人 那么他在这个俄罗斯 包括后来 包括咱们中国 找到了这个 找到了这个 有市场 我们欢迎他 包括俄罗斯也欢迎他 那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俄罗斯和中国 其实在文化上来讲 就是在主流的文化上 有一种狭义文化 崇尚狭义 那中国我就不用讲了 我们就是崇尚狭义的 那么 那俄罗斯也有这种成分 那所以后来 马克思主义 在俄罗斯 在中国取得了成功 但是呢 这种狭义的成分呢 中国和俄罗斯 有本质的不同 那么俄罗斯他更多的是 就是说 基于一种 有一点机械化 有一点迷信 他这个狭义 不是基于人心的 有一点基于这种宗教 我们知道俄罗斯 之前他信仰的是东正教 东正教和这个欧美的 天主教有什么区别 就是正教合一 所谓的正教合一 而且现在这个欧美啊 他是在贬低这种正教合一 认为这个欧美 就是西欧的这种宗教分离 才是代表好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 就是从宗教信仰上来讲 就是从信仰 从信仰的虔诚性来讲 欧美的信仰是非常的不虔诚 那么正教合一 东正教包括后来的 就是这个伊斯兰教 他们信仰的程度更虔诚 那么其实就是更强调这种秩序性 更强调为他人性 在这个层面上 其实欧美是有问题的 就是更自私 因为自私 所以信仰不虔诚 当然他有意外的一些其他的情况 比如说他的世俗化 包括反宗教 对吧 去宗教化 那么他开始出现 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从信仰的虔诚性上讲 那欧美并不虔诚 如果虔诚的话 就不会正教分离了 对吧 因为不虔诚 那么所以呢 俄罗斯他其实有着狭义成分 但是呢 这种狭义似乎是和宗教结合的 那尽管说 经过马克思主义 他也去了宗教化 但是这种深层的思维方式 还是存在的 还是机械的 那所以我们看到 那么就是说 俄罗斯就是很容易被忽悠 为什么 就是他实行了修科疗法 一夜之间 之间私有化 就是我们现在认为 他是被忽悠了 被西方忽悠了 那么之所以被忽悠 就是他的思维方式上 还缺乏真正的独立性 真正的判断能力 那么这和他的这种宗教式的 机械式的这种思维方式有关系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 你像普京 普京为什么能够 后来成为总统 被选拔成为总统 而且在位那么久 其实普京身上就有一种狭义 豪狭的性格 包括他的起家 我们都看到一些 就是他当年为了保护他的领导 他的前任领导 其实已经不在任了 但是他还是奋不顾身 有一种狭义行为 来保护他的前领导 那我们有一些传说 所以普京身上有一种狭客行为 那么俄罗斯的整个文化 确实也有一种狭义的成分在里面 只是说他的思维方式有一点机械 有一点迷信 有点僵化 所以他很容易被忽悠 那么我们中国 其实我们中国文化的核心 就是狭义 其实我在讲这个甲果文的时候 我就讲过 就是这个狭这个字 和如 其实是在造字原理上是一样的 但他的基础都是大人 就是我们讲大人君子 那么大人君子是干嘛的 我们中国为什么崇尚君子 崇尚大人 因为崇尚 因为君子和大人都是干嘛的 都是义理水平比较高的人 比如说我们说狭义行侠仗义 义理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义理 义理和狭义 它是同一次 那你如果研究中国的历史 你会发现 就是所谓的狭客 它是业余的官员 官员呢 是职业的狭客 我们只要注意啊 我再重复一遍 狭客是业余的官员 官员是职业的狭客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义理 就是我们 从个人的这种基本的价值 基本的精神 一直到我们说 修心养性 然后成德 然后到我们的行为 行为原则 一直到社会的秩序 它都是基于义理的 基于人心的 基于心性的 那这一点我们大学 就说得很清楚 四书五经 这首叫大学 大学有八条目 就是格物知之 诚意正心 然后修身 七家治国 平天下 格物知之是学习 是知识体系 那诚意正心 其实就是一个 诚德 也是心智的成熟 思维方式的成熟 然后后边四条 就是修身 七家治国 平天下 它是行为 修身的话 自己的行为 比较合理 比较得体 比较美 然后呢 是七家治国 平天下 自己的家庭 然后到社会的秩序 它的整个的是 一贯制 都是建立在 心性和义理的基础之上 就是我们的秩序 就是一种基于义理的 也是基于这种狭义的 那么所谓大人和君子 他就是 义理水平比较高的人 他就是来维护 社会的 这种义理化的秩序 注意我们传统 有一个做法 就是出现分歧 出现纠纷 两个人出现纠纷 怎么办 我要找大人去评理 大人给你评理 那按照义理 按照这个理 来去 去去猜决 猜断 我们都服从于这个大人 就是自愿的 所以大人其实他就起到一个 就是社会治理 社会秩序的维护的功能 那么我们的官员 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 就是他职业化了 官员就是君子大人的职业化 同时民间也有君子大人 他们在义务的承担着 这种评理 来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 他们就是大侠 他们就是侠客 他们就是大侠 所以呢 同时呢 我们中国不像俄罗斯 我们有侠义 而且我们是 就是没有不迷信 我们的侠义 不是一个外在的这种 标准 不是上帝的标准 而是 就是义理 又是人心 人心是什么 人心就是思考的功能 我们同时认为 这个人的本质在思考 那么 所以我们构造了 人心的概念 那个义理和心性 和这个心性是一回事 宋明理学讲的心机理 性机理 那么就是当我们在说义的时候 其实它是包含着心的 就是包含着思考的 就是我 我这个 这个评理 大人要评理 评理干嘛 它是需要裁断的 需要思考的 需要对两个人之间的话语 然后这个境况进行 去进行思考 进行判断的 所以它是基于思考的 就是我们做事 这个义啊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义 这个在解释他的时候 就说义者义 就是这个义 就是义 义就是合义 就是义 它是需要判断的 就是我这个合不合义理 它是需要我自己去判断 基于我的思考 然后去判断 去选择 它不是说这个义 而且我 它是说 为什么说心机理呢 就是这个义理 它是人心的基本书境 它是内在于每个人的人心的 它是天然具备的 所以我们说 我们思考 我们说合不合理 并不是说 去服从于被动的 服从于外在的标准 而是服从于我的内心 所以叫凭良心 然后孟子叫良知良能 不学而知 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 然后到王游明是 治良知 它都在强调这种 就是内在性 它是基于思考的 所以当我们说义理 它就包含着心 包含着思考 它是你积极思考的结果 也是行为实践的结果 所以王游明也强调 知行合一 这个行就是行动 它其实就是思考 行动就是做事 做事的话 就是你要面对这种条件 你要积极的思考 是心的思考 就是人心的思考 它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在思考的过程中 在实践的过程中 你的心和外卧有发生接触 然后才能产生知 真知 所以呢 就是说 我们的义理 它是基于思考的 基于人心的 它不是迷信的 不是基于宗教的 而且我们更强调这种 思考的独立性 你比如说 孔子就讲四物 物易物必物故物我 这个四物就是强调 这个心在思考的时候 要保持独立 不要受任何外在的条件的干扰 这个四物就是排斥 一切的外在的干扰 所以只有中国文明 我们当我们讲义的话 讲理的话 其实我们也是讲心的 我们是以思考为本位的 就是怎么才能保证独立的思考 我们学位 我们的四书五经 然后我们的 无论是朱熹王耀明 其实他们都是在 就是教大家 就是或者在研究 人心是怎么独立的思考的 包括这个朱熹 讲这个存天理灭人瑜 他和孔子的四物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排除掉一切的 就是影响人心思考的 这种外界的影响 让人心 就是完全在自然 天然的状态下去思考 其实这个才叫独立 所以只有做到这个程度 才不迷信 所以我们有心物之变 心物之变 就是要保证心不迷信有物 宗教的话 比如说 那西方的话 他都是在迷信的 宗教实在更明显 迷信神 其实在现代这个社会 他也是迷信的 就是我说 不仅说俄罗斯 他的这个思维方式 是机械的 是意识形态化的 其实整个西方都是这样的 就他去宗教化 没有去彻底 还保留了这个宗教因素 就是思维上的这种僵化 思维上的意识形态化 所以呢 就是说 中国呢 我们既行侠仗义 既崇尚义 同时我们也强调这个心 就是思考 所以我们不迷信 那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 所以我们很宠上马克思 同时呢 因为我们中国 面临一个问题 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工业化的问题 我们知道 我们的传统 包括1840年以来 我们是由西方打 那西方的武器 比我们先进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他们经过了工业化 就是英国 首先出现了工业化 然后有工业化 才有这种先进的武器 然后既先进 又可以量比较大 就是说 坚传炮利 那么我们抵挡不住 所以我们要学习它 从这个洋文运动 开始 我们就开始学习 这个工业化 那么如何实现工业化 是中国所面对的问题 那马克思主义 其实给我们指明了一个道路 就是工业化 一定要以国有制 国有制的 公有制的 那么我们探寻了一个道理 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们中国决计了 我们采用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 这种工业化的方式 也是经济的方式 是以国有制为主导 以公有制为主导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给我们的价值 就是说 是一种以国有制为主导的 这种经济模式 工业化模式 我们认为 因为这种模式 才符合狭义的模式 也是符合中国文化的模式 所以 从根本上来讲 就是马克思是个大侠 但是西方是个小人之国 所以不容他 而且攻击他 那么俄罗斯也有点狭义的意思 但是他有点思维上有点迷信 那只有中国 我们也是个狭义之国 我们崇尚狭义 而且我们又不迷信 所以我们很好的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将马克思主义 很好的嵌入 我们的文化中 同时我们也给马克思主义 注入了一个 我们的因素 让马克思主义能够存活 所以我前面也讲过 马克思主义不仅救了中国 中国也就了马克思主义 啊 不仅救了 不仅救了中国也就了马克思主义 这次是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